带你来看到一群的鹿丝尘峰在众谷绿地大地翱翔 这是位在富里乡六四淡山山脚下的地景艺术作品《白色飞翔》 而这也是今年农村水保署《众谷大地艺术记》 在富里乡的四件作品之一 而富里乡农会总干事张树华就说 0403地震之后花莲南区游客是大大减少 农会展售中心月营业额也砍了将近三分之二 希望借着艺术节来吸引游客到富里走走 植购在地的农客产品 一群鹿丝尘峰在纵谷绿色大地翱翔 这是位在富里六四十山山脚的地景艺术品《白色飞翔》 也是今年农村水保署纵谷大地艺术记 在富里乡的四件作品之一 来自彰化秀水的陈先生带全家到花东旅游 在六十十山山脚下为太太孙女儿拍美照 直说景色太美太转阔 白日丝很漂亮很赞 风一吹又一直摇晃很赞 布里乡农会总干事表示 零四零三地震后花莲南区游客大减 农会展售中心的月营业额也砍了三分之二 希望艺术节吸引游客到富里走走 植购在地农特产品 它是随着风的大小 它的这个白色的翅膀就会摆动 很自然的摆动 然后刚好在我们的蓝天陆地下 也是非常非常的美 一个整个零四零三的地震对花莲的整个整体 整体是重创的 尤其是北花莲也是真的很严重 比我们更严重 还有一个三层的游客栏 我知道是玉里以北以后他们可能也剩不到两层一层 淑将报道农村水保署台东分署主办的2024重谷大地艺术节 今年主题万物粮仓大地庆典 活动在台东池上开幕式 共邀请了12组国内外艺术家在台东路野 观山池圣以及花莲副里 总共四个纵谷乡镇 让收割后的纵谷大地变成户外的艺术展场 记者高松双富丽乡采访报道